泰山区共有12位百岁以上人类 为庆祝重阳佳节 泰山区长林清风与辖区两位里长 29号拜访高龄102岁的秋皇日阿嬷 并代表侯友宜市长自证金锁片及礼金 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泰山的百岁人类 秋皇日阿嬷的家 很开心我们四个女儿非常的孝顺 就一起来齐心照顾我们的阿嬷 那也很谢谢我们齐一支家 也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喘息服务 那以及居家照顾的一些协助 让那个阿嬷我想她也活得非常健康 也非常开心 林清风区长表示阿嬷身体还不错 有四个女儿都很孝顺 常常陪在身边轮流照顾妈妈 生活上依照阿嬷的需求 喂食合适的食物及饮料 有家人在身边陪伴 阿嬷每天的心情都很开心 在照顾方面我要特别谢谢我们二姐 她非常的细心 因为长辈牙口不好 她都会很变化一些食物 煮比较软的 那我姐姐都把她当成正常人在照顾 所以什么都给她照厂吃 然后就是每天也都带她 虽然她现在不能自己走路 每天都带她出去走一走 逛一逛这样子 那我觉得其实长辈还是在家安老 会比较 跟大家来宣导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粮的礼金 我们有96%都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做汇款 那我们今年也特别对我们的百岁人类 也提供2万元的一个 那个重粮敬老礼金给我们的阿嬷 总统府这边也特别有颁证一个金锁片 我们今天一并也邀请我们两位里长 永恋里长跟国际里长一并一起来自证 地方很感谢泰山奇迹之家 时常协助照料家中长者 并给予相关照护上的知识 让子女有休息时间去办理个人业务 区长指出让长辈在熟悉的社区环境 就地安老才能更加健康乐活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